我们以前也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马斯洛需求 马斯洛需求最底层的是什么 是生理需要 比如说吃饱穿短 你得活下去 然后再上面是安全需要 你得有非常安全的一个生存环境 然后再上面是归属和爱 You need to love and to be loved 你需要爱与被爱 虽然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 但人是需要这样的 人是需要依附于一个集体 然后再上面是尊重需要 然后最高一层才是自我实现 追求个人价值 但是马斯洛需求这个东西 是不是说必须得满足了生理需要 然后安全需要 然后是爱与被爱 然后才是上面的东西 也不一定 那大家小时候也听过 也就是不畏无斗米折腰 不是也是陶渊明的吗 后来这句话在大唐盛世的时候 有一个诗人写的作品中 也得以体现 安能催眉折腰是全鬼 使我不得开心眼 那其实诗谈及大成者 且对后世有持续影响的人 始终逃不开陶渊明 而且陶渊明对田园的喜爱 对个人精神世界的探索 对于那些繁文辱节的厌倦 和对勾勋斗角的不耐烦 这些其实持续的影响了 后来几乎中国绝大多数字不出人 所以你发现 大家在同样的这个场景里 会体现出同样的态度 比如说你们在看到 这个王维所写的 为什么他要修网川别业 然后要远离城市 他在大山中修行 当然王维呢 他自己母亲姓佛 他不管是什么宗教影响 但是中国古代的文人 他至少都有一些 世人的情怀和精神在里头 所以这也能理解 为什么说我们讲传动文化 是兼容并序呢 是博大精深的 因为大家都是在 世人精神的影响之下 然后在儒世道的一个部分 复杂的环境 加上特殊的经历 最终形成了 这一个人的品质 和人生的态度 但无论如何 其中都有最传统 那个部分的影响 最传统除了儒家世人的 那些精神以外 其实陶渊明的影响 是一直存在的 对阿强 对阿强